Tun on the tiles 好我們來一個新的閒聊型的節目 這個節目叫做蝦咪龍聊 蝦咪龍聊 會把一些不適合做成一整集的一些話題 我們就把它全部拼成同一個節目來閒聊 我們就輕鬆的聊聊 大家也就輕鬆的聽聽 好像也是齁 好我們第一個話題是關於退休 因為最近台股一直漲嘛 已經漲半年了 但是呢我發現身邊的人沒有人要退休 就讓我覺得有點奇怪是大家都沒賺到錢嗎 不可能吧 可能是有賺但還不夠吧 應該是 但是我想說 我的同事們年紀都比我大滿多的 大約10歲以上 大約現在是接近40幾 40到50的range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能是他們大部分有小孩 所以他們要退休的資金的額度可能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更多 因為還得有小孩啊 或是他們長輩的照護部分 說的很有道理耶 上有老下有小 正在一個中年夾縫中求生存的年紀 怎麼可能退休 對啊 所以我最近就讀了一本書叫 45歲退休你準備好了嗎 是一個45歲退休的台灣大書寫的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些書來借進 看有沒有人是可以在我的人生目標的時候退休的 大概就是40到50歲之間 快一點希望可以40歲 慢一點我希望50歲 但是最慘的情況 就是我們做規劃最慘的情況 就是照著原本的65歲去退休嘛 所以我就看了這本書 看這本書之後他有給我一些不錯的體悟 或是一些啟發啦 他因為可是他的他的參考價值比較低的原因 所以他原本是做到總經理 就是高階經理人的職務 就像我們最近看的那個YouTube頻道一樣 可以這麼早退休的人大部分都是高階經理的 所以他的收入來源本來就高於平常人 對 因為你收入高很多 但是你的花費通常不會相對應的成長那麼多 你吃一碗牛肉麵你吃到200塊 就已經很頂了 你可以吃到 你不會說你今天賺30萬月薪 你就可以去吃到五六百塊牛肉麵 也不是到處都有五六百塊的牛肉麵可以吃嗎 所以你的支出雖然會增加 但是整體而言你能支出的地方 像是食物啊住宿 可能還是會有一個上限在 所以他們賺到大部分就可以存起來嘛 那他們越存越多的時候 你可能存到個三五千萬 你就可以準備說 其實三五千萬跟你賺到一一 當然在金額上有差 但是可能對你接下來的人生 已經不會差太多了 就是你一個月可以花到的額度 其實如果你原本一個月花十萬好了 那你的被動收入有二十萬還是三十萬 老實說對你來說其實沒有差太多 因為你一個月花大概是十萬塊左右 你多的又是存起來 那還繼續增長 你的資產就繼續增長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提早退休 我覺得很大一個因素是 第一個是你原本的收入就不錯 那可是呢我又不想要參考這種人 因為基本上我收入沒到那麼高啊 如果收入這麼高的話 我就會說那好我做了十年我就退休了 所以我在想我就經過了一番計算之後 我發現其實一般人是有機會的 你可以在可能四十到五十歲快的話 但是你要開始的很早 你要提早開始投資理財這件事情 對 像我從二十一、二十二 有摸股票開始 算是有一點點投資經驗好了 大學的時候 那就算二十好了比較好算 所以二十歲開始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沒什麼本金 第一個沒本金 第二個是沒有什麼知識 就是你沒有紀律啊 也不知道你在買什麼 你就聽到有什麼股票就買什麼股票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只能說是小打小鬧而已 小韭菜 對 一直到出社會開始賺錢 可是一開始賺錢的時候 你前五年的薪水又不會高到哪裡去 幾乎不會剩太多 讓你有操作的空間 對 一個月就在那邊存三千塊 在那邊說三千塊我們定期定額個三十年 我們還是可以退休 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感覺 不是而且那時候定期定額的最低門檻還沒有這麼小 而且還沒有零股 對 你說你要你要存三個月才可以去買一張 拿完一張之後就放著 可以開始跌 你就覺得這件事情跟你的關係好像不是很大 可是現在的投資工具很多 也很方便 你一塊錢兩塊錢都可以去買到標的 門檻很低 對啊 你甚至你在美股的話你還有稅股 比零股更小 你真的是一塊美金 你都可以去買到一點渣渣進來 所以現在的工具有很多 帶資訊流通也很方便 像是大家去上網查說你要退休 就什麼ETF投資 被動投資 你就會看到很多 各種流派的討論在網絡上都會 以前沒有這麼多 他已經開始有點萌芽了 我覺得大概10 因為那時候10年前 已經有這個觀念在 但是大家還沒有跑這麼長的時間 那時候的存股是存金融股 比較險學 對對對 然後來就變成存ETF 現在還是很多人存金融股 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有投資 但是第一個本金小第一個資是 含量沒有這麼高 所以做起來其實 所有在投資其實也沒有 但是現在經過一番計算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算法 一個人一生大概可以賺2000萬到3000萬 平均下來 一般人 一個正常人上班族在台灣 大概可以賺2000萬到3000萬台幣左右 所以算法大概就是你從25歲左右開始工作 那樣每個人不一樣 一直工作到65歲退休 假設 那我們抓40年 就是你工作的年 你的整個工作的年份 大概是40年左右 25到65 40年 抓前面的 通常你前面的年薪可能很低 可能譬如說五六十萬年薪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你到老的時候通常年薪會增加 對 隨著通貨膨脹嘛 你就算一個最簡單的 以前我在麥當勞打工的時候 一個小時只有80塊 現在當勞打工一小時有190塊了 對對對 差很多 所以基本的通貨膨脹都會讓你的薪水變多 就算你只是打工仔好了 再來你在中年到之後 你有機會升主管 你有機會領股票分紅 你的工作能力也上升 這些種種加起來 你在40幾歲開始 3040歲之後 你的薪資會持續成長 你登上來的時候不一定 所以我們就抓一個平均值 就是說你可能你老的時候 你一個月可以賺兩百萬 但是你年輕的時候一個月只賺 應該說你老的時候一年可以賺兩百萬 你年輕的時候一年只能賺五十萬 那平均下來我就算你一年賺一百萬 所以一年賺一百萬台幣的情況之下 你賺40年你都可以賺四千萬 再打個折 你可能一生都沒有調戲 你就是賺不到老年的時候那麼多的錢 所以我就再打個折 變成可能一半 你就一年賺五十萬 所以你一生下來 兩千萬 差不多就兩千萬 再加上你可能有中獎啊 或是說剛好你在尾牙的時候抽到什麼挖膏啊 整吃鹼用一點 或是再加上一些暴擊 有可能你就可以存到三千萬 所以我抓兩千到三千萬應該算是挺合理的 蠻保守的 對 就是認真工作 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把整個工作的生涯都做完的話 你大概可以賺兩三千萬的錢 風險控管做好的話 對 就是你不要突然出錢 但是你這兩三千萬是 還要去支付你的所有的生活開銷嗎 對 所以你再把生活開銷扣一扣之後 你可能會省一下一千萬 我抓 這個是如果你沒有結婚生小孩的情況下 你父母也都健在 不太需要你take care的話 對 因為我這邊的算法就是 假設因為我自己來看好了 你可能一個月光吃飯房租 你吃飯可能就要吃一萬五 房租可能就要付一萬五 這樣就三萬塊就沒有了 我們在裝備啦 對 所以整個開銷比較高嗎 我就抓比較高的開銷 抓三萬塊 那你一個月算四萬塊的話 就等於說你有75%的錢不見了 所以你剩下的錢剩25% 那依照這個金額算下來呢 你每一千萬會剩下250萬 所以你大概會剩500萬 所以如果你是三千萬 你就會剩下750萬 再抓稍微高一點 你可能更省一點 你可能不是像你在雙北 或是你平常比較多 可能是自己住啊 或是你住的地方啊 相對來說房租跟別人 share 掉的時候 可以更便宜一點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到一千萬 不做任何投資省一點 你的工作是可以做滿40年 大概到一千萬 這還不算像任何投資的報酬 所以如果你開始做投資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是整個生涯終結之後 有到一千多萬兩千萬都是有可能的 剩餘的部分 那這到你接下來老年之後 你開始退休了沒有收入了 那你有可能靠這一筆錢就可以到死 就是不用再繼續工作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65歲退休 你要好好的規劃 你才應該是有機會 所以假設你在這樣投資 有投資的狀況 你有ETF啊 或是一些比較穩健的投資方法 譬如說債券啊 這些全部會加一加 你的投資一種就是 你在65歲退休之後 你會獲得更多的錢 就是假設你有在投資 你從25歲開始就開始投資 投資到65歲 滾了40年 你看退休之後就會有更多的錢 另外一種就是你不需要這麼多錢 你可以更早退休 你原本是65歲退休 但是他可能可以滾到 我隨便講4000萬好了 你可能60歲退休 他就只能滾到3500萬 甚至3000萬 那你可以選擇3000萬 在60歲退休 或是55歲只有2000萬 但是你就賺到10年 你可以多花2000萬賺10年 這個的好處就是在你更有行動力的時候 去做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對 因為你不知道你會不會真的活到65歲 或者是65歲之後 搞不好你就行動力沒有很好 你想要去環遊世界沒有辦法 對 所以這本書裡面其實也有提到說 除了錢的因素是很大的一個重點之外 還有很多面向他要考慮的 這也是我一直在糾結的 到底要賺多少錢 人生到底需要多少錢 我也看了很多不同的指標 任局大概就是2000萬到3000萬 一般人會覺得可以退休的金額 如果你有個3000萬資產 不是有看到一個算法 一個公式嗎 別把錢留到死的那個 0.7乘余 你每個月的支出 但是那些公式 基本上就跟你的 這個就是個計畫 對 就跟我剛剛算的那一套一樣 我隨便抓一下 我也大概知道會剩多少錢 你可以賺多少錢 就是但這些公式呢 都不保證 對啊 因為你很難說 中間在遇到了什麼金融危機 或者是有什麼類似工業革命 這樣非常劇烈變動 會影響大家的生活的東西 對 所以第一個是錢的問題 到底要存多少錢 這件事真的很困擾 我也還在思考 但是我目前的個人規劃是1000萬 就休息一下 但我有想到假設我賺到1000萬 那時候工作又很穩定 我會有辦法休息嗎 對啊 你想如果你賺到1000萬 那時候正好規劃你要休息 但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以前的老闆 都好想要投資一間新公司 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邀請你 那你要怎麼辦 就是這樣 真的很困擾 對啊 你要怎麼取捨 很想要休息一陣子 但是錯過就沒有機會了 對 如果那個機會錯過了 要該怎麼辦 如果我現在的錢是1000萬 我可能還是會很糾結 因為他其實沒有很穩 對啊 1000萬是可以休息半年一年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說一輩子都休息 不太可能 半年一年的意思就是 你隔了一年 你不做事再出來找工作 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你的能力跟你的資歷 還是在那邊 對 但如果你休了10年 你要再重新回歸 就不太可能了 就很困難 所以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 假設我只有一千萬 我要休息的話 會有一個很大的 自己會擔心 沒有辦法很好的去休息 我覺得 因為你沒有到完整的可以說 我接下來不擔心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依照你的財務規劃 退休計畫 你有一定的投資工具 讓他每個月有產出一定的現金流 那會比較安心嗎 理論上 但是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這也是不保證的 沒有什麼穩定的現金流 萬一那個時候就什麼 你不可預測的風險 那個時候跌50%下來 我就剩下500萬 是吧 所以你要避險 你不能全部放在一個地方 對啊 這些道理我當然都知道 可是如果只有一千萬就很不穩 對 可是如果說要等到我3000萬 再退休的話 那跟我 跟大家退休的年紀又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你換個角度想 你是在40歲的時候遇到這件事情 至少還有重新回到軌道的機會 如果你今天是65歲 他如果遇到一樣黑天鵝事件 他資產也是砍半 但他要再回去發揮他的生產力更困難 沒有錯 其實是一個轉機 所以我現在在規劃15年後 假設我現在也是46歲15年之後 我現在就在為15年之後做準備 對阿 15年後是幾歲 46歲 46 可以阿 46歲感覺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46歲的活動度 應該跟現在 如果說你好好在做運動 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相對來說 身體健康還OK 有啦 我們40幾歲的朋友們跟前同事們 都還是行動自如的 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你身體是會下滑的嘛 是 所以第一個是你的身體健康度有可能會下滑 但是看起來大部分的人是還OK 而且我相信他們的每天做的運動應該是比我少的 他們的觀念也是比我晚才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40幾歲應該還好 再來我提早做準備 這件事情我早了15年先去預判15年之後 而且我現在一直在修正 對 還有我們有另外一個討論就是 假設那時候真的你符合你的退休計畫存到那筆錢 也有適合的工具可以讓它有穩定的現金流 那退休之後我沒有幹嘛 沒有錯 對 我覺得至少還是要賺點錢 我覺得有兩種 一種就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遠超一千萬 就假設我40幾歲的資產已經遠超一千萬 譬如說已經達到三千萬以上 那我覺得我就會直接不做事 就可以不考慮我要不要再回去職場 但是你會做些什麼 會經營這個頻道 對 就是我就會佛系經營 可以也賠我一生 沒有一賠就算了 我就靠YouTube小小的斗內 希望大家可以養活我這樣子 沒有就沒差 反正就是靠股票養我這樣子 遠超三千萬的話 那就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你覺得三千萬以上一定沒有問題 一千萬到三千萬之間呢 就有點不穩 你會覺得再滾一個十年應該就是有機會過去 可是他就怕遇到一個十年大回檔之類的 就永遠都滾不上去 會有這種感覺 而且你會很焦慮 那這個時候呢 一千萬到三千萬之間 我覺得介於要去職場工作也行 但是又不太想去 我覺得就看有沒有一個好的機會 那我覺得你可以改成 類似那種工作時間比較彈性 又不用被局限在辦公室裡面的那種工作 例如說是顧問或者是case by case的那種委託形式 如果有機會可以 我覺得在未來應該比較多這種工作類型 那我原本就只想出這種Uber 也可以啊 那時候Uber還有營運的話 對 如果機器還沒有取代大家的話 做一些還需要人的 但是因為假設是靠近三千萬兩千多萬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他繼續往上滾的機會就大很多 他砍一半我還有一千萬 那就真的是我覺得還算穩 那這個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延長我的 去鐵領他的時間 所以我只需要賺到最低額度的生活費就夠了 我就是那個時候一個小時的死心可能已經三百塊了 所以我就去賺打死心的零工 或者是像是UberE這種 可以要上線不上線都可以隨便我的這種 我只要讓我繼續生存下去 不要動到本 對他就繼續滾 但是我就想辦法活下來 這樣再過十年就OK了 那或是你可以往生活成本比較低的地區 就是轉移你的居住地 對 也可以 不一定會留在雙北 對 有可能我就去台東花蓮這種生活成本低 房租低 那我一個月可能也不需要賺到三萬塊 兩萬多塊搞不好都沒問題了 那好山好水搞不好你健康更好 健康我覺得差不多啦 主要看的是運動 因為我自己心情是 目前我評估下來 心理健康在城市裡面 還算是良好 心象是大概有八十 當然在大自然裡面可能會到一百 但是我覺得在都市裡面 我還是可以維持在七八十 如果又沒有工作 我覺得可以再提升一點 就可能可以到八十五左右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自然環境 比較優美的地方 可能可以提升到九十五之類的 我不確定啦 反正我覺得就是稍微有提升 但是我覺得在城市也OK 更大的一個誘因就是 可以遠離這麼多人 我不喜歡人多的地方就這樣 所以這是第二種 那最差的呢 就是一千萬不到 那就是要繼續工作 沒辦法 就是延後退休的計畫 這個計畫直接就失敗了 直接失敗嗎 不延後個五年什麼的 不是他就算是失敗嘛 因為我就希望不要做到六十五歲 但是有很有機會 你做到五十歲以上 這個計畫就是 從現在開始算了二十年之後 有可能他就失敗了 因為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 可以達到一千萬到三千萬這個階級 因為我自己綜合各種統計算法 我都覺得目前是有機會的 只要不要出太大的問題的話 但是最大的怕就是 在接下來十年工作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就達不到 或者是可能接下來台股又開始崩 一路崩,崩個三年,崩個五年 有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我目前是區分這三種 因應這三種後面比較爽的那種退休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找試做 這就是後面講到 除了健康以外 你還是要找試做 因為如果你有錢進來的時候 至少你的心態會比較穩 比你坐吃空山來的穩 這就是這個頻道 接下來要持續經營的意義 那就算是第二種 他可能沒有到可以讓我很穩的 只是想要打發時間 但是他還是可以有一定的收益 那有可能他假設接下來的收益 跟我去跑UberE差不多 那我可能也不用跑UberE了 所以不管是最好的方案 還是次之的方案 這個頻道都有他的價值 那最次最次的方案 這個頻道也沒做起來 資產還是沒有超過1000萬 我還是要繼續再上班 那就繼續滾吧 再滾個時間看看 因為人生只要揮出一次 全力打就夠了 在成功之前都叫還沒成功嗎 這些心靈吉他書 不是會這樣寫嗎 人只要成功一次就好 吉他都叫還沒成功而已 那就是繼續試 再試個時間看看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最差最差的狀況 我們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65歲 退休 或是一路做到死 但是我覺得工作 持續換越來越 一定是要越來越輕鬆 畢竟你的身體能力在下滑 越來越接近你可能自己想要的工作 然後我覺得我們之後 假設聊阿里那本書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一下 高效原力 對 大家有興趣可以先訂閱一下我們 或是下面留言 對 或是後面還有一如既往 跟森林智者的魔花糕的 我可能錯了 對 這些都是樹列中 就是我們已經看完的書 對 下面留言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再開原本的那個節目 好 那這再來就是我最近的一些 關於退休的一些心路歷程 這邊可以先收個尾 就是這樣 好 沒錯我們接下來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就是一樣 記得訂閱 我們下面都有時間走 所以你就照你自己喜歡的段落跳就好了 好 那是不是應該要放在最前面 什麼東西 我們的節目都有時間走 就聽你自己喜歡聽的部分就好 反正這個Podcast節目 他就是會把所有東西都串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會跳到遊戲講解的部分 所以 你覺得你對遊戲沒什麼興趣 你就可以先關掉了 好 我們下一個主題是什麼 下一個主題是 劍心的遊玩心得 白金心的 我是吧 對 首先我要講 劍心真的是 我覺得今年人最出不意料的遊戲 因為 第一個我原本沒有對他 這麼大的期望 我原本就覺得說 他是個麥肉的遊戲 因為Shift Up他們原本的遊戲是尼姬 對 做尼姬的時候 尼姬我只玩了一個禮拜 所以我就覺得 賣肉的遊戲 可是實際上他的劇情好像不錯 他後面的經營方式也蠻用心的 不管是聯動 或是後面出的心腳 他就是走在一個插邊球的極限 真的是 好球大概壓在那條線上 再超過一點點就要被判壞球 但是他很精準的 控球控在右下角最 所以 右下角點位上 很厲害 所以原本我對劍心的期望沒有這麼高 可以去買他的原因 真的就是因為 那一波 SJW他們把他炒起來 就大家在抗議說 劍心他不是製作人沒有看過女生啊 好支持一下 我們心亨太大大 看一下說到底遊戲內容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就好 最後一天才在買 不是 是發售當天才在買 發售當天 我直接去 才去試小賣店買 對 去小賣店問說有沒有實體片 他剩下最後一片 很幸運的有買到 對因為本來要預購 但是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我真的是在 原本真的沒有打算要買 我想說這一片不是 預期要玩的遊戲 全部的評論看一看 還有一個重點是 所有的遊戲評測的評分出來之後 他就拿到90分 我很意外 就是國外的一些 遊戲雜誌跟評測網站 對我們會有一個綜合的評分 叫Metacredit 他就是把國內 國內外所有的評分網站的評分 算成一個1到100分的標準 譬如說你的 因為有些遊戲雜誌可能是1到10分 有些遊戲雜誌可能是1到5分 如果你是1到10分 他就是你給他9分 我就會加變成90分 如果你是1到5分的 你給他4分 我就算是80分 類似這樣 所以他會把所有的媒體 做一個加權平均 把它算成一個總分 他好像那時候100多家媒體吧 評測下來是90幾分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遊戲好像是有點料的 他好像不是單純的賣肉 一下就沒有 因為我怕你花了2000塊 結果是一片賣肉的遊戲 沒有內涵 我就覺得說 幹白花錢 白客了 所以好他既然分數這麼高 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支持一下 我們的金坑太搭搭 玩下去才發現真的是有料 這是他第一次做3A大作 對 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 但大部分的人 你說你做過幾款手遊 或是你有run過幾款遊戲的經驗 你就說要做3A遊戲 大部分人都覺得你瘋了 應該說不管誰要去做3A遊戲 大家都覺得你瘋了吧 通常這種都是要抵押自己的房產 壓身家信貸才能做出來 都做不出來 你要做3A遊戲 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 是你要整家公司的所有投資人 一起壓下去 一個3A遊戲是可以把一個遊戲公司燒垮 因為他的投入成本真的太高了 但是他就是那種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 但是回報沒有到滿高 也沒有高回報 對 死的很多 他只是有機會有高回報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回報率其實蠻低的 大部分是死的 對 做一個單機遊戲吃力不好好 現在要做3 你要做一個好的單機遊戲來說 就是不如去做手遊 那你原本手遊這麼成功 你跑來做3A遊戲 真的是要有愛而已 有夢想 但是有夢想 我覺得 他端出來的菜真的是 第一個是外觀美術的部分 是真的香 所有他的衣服啊造型啊 把他的色氣程度做到底 他連場景我都覺得很厲害 這是第一次做3A的 對他的場景也是出乎我意料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 他雖然有很多地方是你可以感覺到 偷工減料啊 他有兩個大地圖是沙漠 一個是沙漠 一個是荒漠 一個是荒漠 都是地上面有東西的 他有些場景是在城市裡面 那他就還好 但是他就感覺到 沙漠跟荒漠 這兩個東西就是 偷工減料 就比較容易做啦 對 你都是地上都是沙 像一些廢墟類似這樣的場景 這比較好做 所以你可以感覺出來 他有些地方真的是 成本燒不出來了 但是做的 實際上你去體驗的時候 是覺得說還不錯 他不會讓你有那種 整個場景 你覺得全部都是重複用的那種兼用卡 或者是說 他在場景裡面探索的時候 你會一直看到重複的東西 或是怪物 他至少怪物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怪物 他怪物我覺得設計的很用心 而且是 有他自己的風格的怪物 你不會覺得很像市面上某款遊戲 他說找到那個風格的是有 但是他在至少他在怪物的變形上面 是有很多種 譬如說有些是拿刀的 有些拿錘子的 然後BOSS也很多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類似 魂系遊戲的遊戲 他一開始的時候的體驗像魂系 你也感覺得出來他們第一次做 所以有很多東西中間轉彎 他在前面第一關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像是黑魂系的 他有什麼角落常怪啊 跳東西出來啊 你很容易被兩三三就幹掉啊 但是你做到一半的時候 他第二段就轉彎 你可以感覺到製作組轉彎 說不行我們做魂系遊戲 最後玩家應該不會 所以他的難度就開始降低 開始做一些開放式世界 第三關又轉回來 變成射擊遊戲類是這樣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東西是 你感覺得出來他們製作組 一直在轉彎轉彎 但是他又很神奇的 把他們拼在一起 又覺得好像還好 就是你不會有一種 啊這一關真的是超難玩的 像FF15裡面 就會有這個很明顯的現象 你玩FF15的時候 他中間劇情到中後段的時候 有一個是他會把他做的 有點像是2D遊戲的感覺 他原本是一個3D的開放世界 但是他就變成把長期的鏡頭鎖住 然後做了一個類似2D的玩法 超爛 那真的是很無聊 就是整個地方 大家一直在說 那一個章節有問題 很明顯的割裂感 但是劍心沒有 劍心你會感覺到 這一關跟這一關中間的玩法不一樣 覺得說這一關可能是另外一個團隊做的 但是至少他有把控住那個品質 所以他在美術場景我都覺得出乎意料 原本以為就只是賣角色有沒有 他連像是戰鬥的動作都有特調 他是可以讓你一直在戰鬥的時候都有撒比斯 會有一些仰眼畫面 對 你會覺得看一次 你想要換一套衣服再看一次這個鏡頭 他帥氣的連招的動作 也全部都是運鏡啊什麼 你會覺得說哇這個真的是帥 他中間有一些不然是BOSS的斬殺畫面 或者是像是你連技的時候 中間的一些可能停頓啊 或者是無敵狀態啊 子彈時間啊這種 他的美術真的是鏡頭 連鏡頭的把控都是拿捏的實質 就真的很出乎意料 劇情也是我還蠻喜歡的 他算是科幻未來 基本上整個架構就跟尼爾差不多了 我覺得 你在一個什麼地球毀滅的時候的世界 反正劇情上面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也做的 就是他會讓你有一種 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想要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 探索感跟期待感 他在動畫演出的時候 是去做到很多大的那種場景 譬如說他可能會有 像是他一開始開場畫面那種 星球艦隊的那種投放 就是太空艙投放啊 就是你要登上宇宙啊 會有一些宇宙 就讓你覺得說雖然那個東西 做起來實際上不難 可是你會覺得說這個場景是很大 你有很多地方沒有探索到 或是有些遠景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但是那雖然過不去啊 但他會讓你有一種開闊感 所以在故事上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地方是不是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就是他只要給你一個雕像 然後破碎掉了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類似 骨骸之類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說 這裡好像發生過什麼故事 所以他整體的劇情 我也覺得把控的很好 但最讓我驚豔其實是他的音樂 他音樂很棒欸 對最近玩到遊戲音樂都很好 對 像火俠傳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等一下會再講 對像劍心 劍心的他有一部分的音樂 有一點像K-POP裡面的那種獨立音樂 我在Youtube下面 我現在在查影片的時候 看到遊戲下面我評論講得很好 劍心的音樂就是會讓你從重金屬搖滾 切換到K-POP 然後切換到交響音樂 但是你中間不會感覺到違和 嗯 就是這樣他就是 而且他很喜歡用超多的人聲 一般你3A遊戲很少會用到這麼多人在唱歌 但是他唱得很好聽 他不會到很干擾的那一種 因為有些唱歌的時候 你會覺得唱歌跟你的遊戲的畫面會有一點干擾 但是他的哼的 他就是比較像是有人在哼歌的感覺 所以你在休息的時候 就會有人播電台的那種哼 就一種比較輕柔的音樂 在戰鬥的時候 就會到比較強烈有節奏感的那種音樂 但是他的歌詞是 譬如說可能是比較偏K-POP 或是比較偏J-POP 或是有一些他其實也不是算歌詞 他只是好像有聽到有人在講話 但是也不算 他算是一個beat而已 風格蠻多元的 可是也不會讓你覺得吵 因為有的遊戲的戰鬥就冰冰冰 他不會 因為那時候你在玩 我在後面看書 完全是很適合 看書也不會有影響的音樂 他 我覺得很單獨把他的音樂拉出來 當BGM聽 我覺得也蠻適合 我最近上班的時候 我有試著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只在找 原本梅文的主題曲 因為那NICO 那NICO那個我就想說 那首歌很洗腦你知道嗎 而且原來那隻網不好打 所以我打到 聽到腦袋裡面循環 說 他的那個主題曲 在Spotify跟AppleMuse商店都有 就他的整個OST 所以我想說來播一下他整個OST 他蠻適合上班的時候工作用的 蠻背景音樂的 不會讓你 他是不干擾 有唱歌不干擾的背景音樂 所以是很舒服的 然後就是 這個地方是我最出乎意料 音樂很好聽 音樂就是畫龍頂尖的地方 就覺得他遊戲的每一個方面都做的蠻好 你幾乎跳不出什麼太大的毛病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我會給他90分 你可以感覺到有些地方做的沒有很好 或是有些地方很粗糙 但你又想到說他就是第一次做而已 這樣子可以把他兜在一起 做出這個東西已經是很厲害了 銷量其實我覺得就很一般 一百萬 最近還看到他們宣布說一百多萬套 有點可惜 我覺得他應該值得更好 在這麼大的一個風波之後 結果才一百多萬套 比較可惜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值得我白金的遊戲 所以我就把他白金 而且他白金難度也不高 多跑幾輪而已 故事多看幾遍 他看起來也要出去做 所以我覺得還蠻期待他們之後 把這些中間的東西優化好之後 應該是可以登出更好的菜來 大致上是我對劍心的一個外景心得 好 那下一個 對 我們接著來講火俠傳 火俠傳 我一開始以為這是 因為你不是跟我說 最近很有討論度 這個武俠遊戲 我一開始沒什麼興趣的 但是玩了之後 非常的有醍醐味 我是因為一篇介紹文 你是看到誰 什麼介紹文 應該是什麼UDN吧 有一篇很長的介紹文 他說他的文本寫得超級好 但是他說中間有很多缺點 那是因為他的文本寫得超級好 所以一定要玩 所以我第一天的時候就買了 首發第一天早上我就買了 因為第一個我 這麼支持 第一個我喜歡武俠遊戲 從最小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在Windows95上吧 還是WindowsDOS上吧 我就在玩金庸群俠傳 我從來沒破過金庸群俠傳 那是他對我影響深遠 因為他真的超級無敵難 他是一個什麼 自貫做的開放式世界遊戲 那時候有開放式 他就是開放式世界 他就是主角 那個劇情超級無敵簡單 他是主角被傳送到金庸的世界裡面 你進去之後你什麼招式不會 但是你在金庸世界裡面 你就可以學你要練的武功 他就是一開始 會在主角家裡一個小的毛房 小的一個茅草屋裡面 你一出去就是金庸大地圖 你要去哪個門派 要去什麼山啊 全部都可以走 就是一個超級大的地圖 你要往東南西北走都可以 你去哪個門派都會被屌的啊 因為你太廢了 因為你是一個現代人 你不會武功 所以一開始我去的時候 一直在死 他就完全沒有任何引導 也沒有告訴你說 一開始要怎麼玩 所以那個年代的遊戲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難的遊戲 因為你去所有的地方 遇到任何的事件 大概都會死 只要近戰鬥大約就沒命了 那個時候 我後來有研究出來的解法 是你要先去找田伯光 天伯光之後他會加入你的隊伍 就會有一個會武功的大俠 可以跟著你一起 那你再去 譬如說你可以遇到楊過啊 小龍女啊 你可能可以加入他們加入你的隊伍 類似這樣 他是一個順序隨便你跑的遊戲 所以你中間的流程是 有一些角色可以直接加入你的隊伍 你找他們的話 你就可以隊伍一開始比較多人 比較多人之後 你就可以玩到比較多的內容 所以他是對我 應該算是小時候很喜歡玩的一款遊戲 他的遊戲內容夠多 而且各種武林功法都可以練 所以你就會覺得 以前看金庸小說 你就看到什麼 獨孤九劍啊 九陰白骨爪啊 九陰真金 這種東西 你會覺得說他在書裡面寫得多強 但是你實際上你可以修煉 你可以用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好強喔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用九陽神功的時候 我就覺得 九陽神功好強喔 張無忌真的很厲害 也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對武俠 遊戲本來就有滿有興趣的 他又說他的文本寫得很好 300多塊 就跟買一本輕小說差不多啊 兩本 一本一百五吧 所以就跟兩本輕小說 然後他就說什麼 這裡面有120萬字 說什麼 裡面120萬字 跟魔界三副曲的字數一樣呢 對於什麼各種花式吹捧 早上就買了 一早買完之後 下午平常就暴跌了 因為他第一波的時候 有很多設定被玩家罵爆 骰子啊 你沒有辦法一直旋轉 很容易就掛掉 你去後山也死 你去各種不同的地方打雜 一直在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多玩家在那邊抱怨這些內容 我們玩到的版本已經是他改好了 所以跑起來的流程 就雖然會死 但是你會覺得說 算了就讀一下檔 退回去個10分鐘前是還好 我們玩的體驗蠻好的 對 就已經是改好 後來平價有回升的那個版本 對他逆天改命之後的版本 遊戲本人逆天改命 對他自己本身逆天改命啊 拿到古牌業配 Murai業配 有沒有業配 無常推管 無常推管 對 所以我們玩到的版本已經是他改好的那個版本了 真的是 很厲害耶 我覺得以兩個人可以做到這個水準 已經非常的屌了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以前的那種遊戲 玩法不至於很複雜 但是你越玩 越覺得有他的趣味性所在 就是符合遊戲本質的那種 好像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遊戲出現 我覺得國產遊戲裡面 你卻沒有 可以讓你 一玩再玩 他的整個我覺得從幾個面向好了 他的2D畫風是不錯的 他在女角或是你的各個師兄弟之間 就除了主角本人很醜以外 都有他的特色啦 對 你不會覺得說他是沒有辦法接受的那種 你不會覺得說他的畫風跟他的故事搭不起來 有些可能你會覺得畫得太可愛 或是有些可能會讓你吃不下去 不會 你會覺得該鄉的妹子是鄉的 帥的那種角色也是你覺得帥的 帥的大俠還是帥的 書生也是帥的 對 你會就是他的畫風 第一個是拿捏得很好 我覺得剛剛好 再多他可能就會太像仙霞遊戲 就問很多東西的話 但是他的畫風第一個可以接受 再來他在遊戲系統裡面 他是讓你做很多不同的選擇 而且他那個選擇是 的確真的會影響到主角的故事 光這一點就很難得 因為很多遊戲的故事 他其實是最後把你收束回同一個點 要不然給你幾個大方向的結局 就不會這麼的隨機性 比較多的做法會是收束回來 比較好寫 因為譬如說我們自己做遊戲 做劇情好了 我可能會給玩家A選項B選項 你要往左邊走還往右邊走 那你就弄兩套就好 左邊走到右邊走 最後走回來的地方會是一樣的地方 就你不管往左走往右走沒差 因為最後我回到這個節點的時候 我比較好控我玩家接下來歷程 因為如果你在左邊設計一個獨立世界 右邊設計一個 一個遇到男主角 一個遇到女主角 那就指數畫的一直裂變出去 那接下來玩家就開始問說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男主角在幹嘛 或是說假設有大師兄 二師兄三師兄好了 你這時候跟四師兄 四師兄出去城裡面遊玩了 那請問一下大師兄跟二師兄 現在在幹嘛 這個時候還不能時間對不起來 譬如說你會假設大師兄之後說什麼 他那個時候在幹什麼 他說不對啊 可是假設那個時候大師兄在幹什麼 這個時候怎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就會有很多劇情上的bug 會遠不回來 所以你的平行時空都要控好 所有人每個時間點在幹嘛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把它收拾回來 就會變得超級混亂 但他們居然這樣做了 而且只有兩個人 對光這個劇情的量 我就已經可以想到超級頭痛的一件事情 就他我能想到做法 只能是在地圖上把所有人標出來 然後這個1月1號的時候呢 所有人在幹嘛 那1月5號的時候 這些所有人 就分別在什麼地方幹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把所有的事件 都清楚的寫下來 你要說1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什麼什麼事 這樣子 所以你要控這件事情 光是劇情你要怎麼把它把控好就很難了 根本不用說他寫得很精彩 你覺得 他寫得蠻有趣的 就是你是從一個唐門的大雜的 最後有機會可以成為武林大俠 你真的是從一個雜魚 然後翻證成大俠 類似這樣的一個故事啊 這是像是我們自己玩的那個版本 沒啥反正在意的就自己跳掉 防雷線如果你後面要玩的話 你可以寫在這邊就自己關掉 對對對 像我們玩的那個版本 是唐門最後的暗器 開城也是這個版本 我們至少有摸到大俠 但是沒有把他摸死 我們自己不行了這樣子 但是有在他的心中留下一絲悔恨 唐門最後 但是他其實實際上 他可以真的做到 就是跟大俠武功相當 類似這樣 所以這中間你要怎麼安排他的時間 讓你的武功給練得好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中間的劇情又要怎麼串 每個人要怎麼去控制好 你要怎麼走向不同的結局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真的是 超級無敵的麻煩 但是也是他有些樂趣所在啊 他還有不同的女角的攻略 也會是完全不一樣的走向 對 就我們玩的是最普通的小師妹線 我們還沒攻略到其他人 而且小師妹線其實沒有成功 對啊 完全是無人生還線 就是一條魯蛇線 沒有任何人在我們的 其實跟著我們一起撐到最後 所以怎麼說劇情上很厲害 變化性又夠高 遊戲系統上有點可惜 戰鬥單挑還OK 雖然戰鬥的單挑就是剪刀石頭布啦 但是多人混戰就真的是做得蠻爛的 老實講 這是我覺得多人混戰都拔丟都沒差 因為多人混戰太混亂了 你根本不知道大家打在一團是在幹嘛 可能會想讓你有一個門派對決的感覺 那個時候其實跟芒果聊到 我覺得多人混戰 我反而會比較喜歡 第一個是譬如說像是吸血鬼倖存者那種 很多真的很多 第二種呢或是小朋友洗打交 他的波速他的打擊感比較強 因為現在這個多人混戰裡面 他打擊感不夠 你在那邊丟飛鏢 在那邊近戰 你根本不知道有沒有打到那個人 你對戰場的影響也不太大 就是你在那邊亂跑跟你有沒有 好像都是在撿金幣 對啊 你對這個戰場沒有太實質的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系統沒有做好 但是單挑的部分是有趣 因為你有攻法 但是你又不能把所有的戰鬥都拔掉 因為你玩武俠遊戲有那種變功啊 對決的感覺 就是你就要撿到神 因為武俠遊戲大家是希望 你有撿到一個什麼武林秘籍 成為武林高手 然後在武林裡面什麼稱霸江湖啊 可能會跟隨時一起引退江湖啊 這種故事是 這種架構是 喜歡武俠的人會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戰鬥的話 你在說什麼練什麼頂級功法 結果只是劇情選兩項 剛剛就沒了 就沒有練那個功法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他如果是直接說什麼 你的耐力只超過50 你可以用這招幹掉他 就沒有那種真正練到功法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戰鬥是需要的 可是保留單挑就好了 多人混在那個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但還好他那個地方沒有很頻繁的出現 就偶爾而已 對 也有可能是我們沒有玩到那麼多 音樂的部分就是 很洗腦 戰鬥的部分是嗎 很洗腦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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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我已經喊了好幾天這樣 已經被植入腦袋了 對 他在推迪子那邊 那個是主界面的BGM 有在我腦袋裡想起來 反正他的每一個 他每一個配樂都很到位 很符合他那個場景 但一堆妹子什麼功的 在那邊吹笛子的時候 吹這個 影像功 在吹這個主題曲的時候 就覺得哇哇哇很有畫面感 對 他的音樂做得很好 因為你在假設是讀一般的武俠小說的話 他會說什麼笛聲悠揚啊 什麼撕心裂肺這種形容詞 可是當他真的開始播這個BGM的時候 會有一種 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們 在吹他們最後一曲類似這種感覺 畫面感是小說沒有辦法帶給你的 還有武林大會 開始有緊張感的音樂 也都是非常符合劇情 他只要他真的只是幾張動圖 對對對背景跟人 那個圖在那邊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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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這個人飛過去 那個人飛過來 這樣其實可以接受 我覺得我自己的接受度 應該說原來這樣就可以喔 對啊 這樣就有帶入感了 對到最近絕虛林也是這樣做 我就驚訝 絕虛林處理 我覺得這個要後面再聊 對 但是我只是突然間意識到說 因為戲做久了 大家就開始堆美術 內捲 大家都以為 我一定要做一個很花錢的動畫 那一種很高級的演繹 大家才會有帶入感 其實沒有 對 沒辦法你就開始堆 你開始捲起來 你沒有辦法你一隻角色你立惠 你有畫了角色 你沒有你畫角色我就畫特效 你畫特效我畫背景 我畫背景我連整個界面都改 現在已經變成那個立惠 角色本身只佔九分之一 其他全部是額外的裝飾跟背景 對啊我就捲起來啊 接下來你 因為不會動沒關係我做spy 我做spy我會動 我連背景都動 背景特效都會動 在做一整整套演出 做完演出之後我在做3D 最後就像米哈友 我整個角色做一次mv給你 大家就越來越捲 可是玩過火俠傳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只要兩個圖片在那邊 再加上一些文字 他只要有表情變動就好了 你可以感覺到 你以前讀小說的時候 他只是文字就這麼有力量的那種感覺 你讀金庸的小說的時候 或是一般其他隨便武俠小說 他就是在描寫說什麼 蒸汽會運到什麼秀內啊 什麼秀內會兩股清風 那種 或是什麼蒸汽充盈 那種形容詞 或是他什麼怒火攻心啊 他真的是文本寫得很好 就讓你真的在看小說一樣 對 你在原本小說裡面 是沒有這些畫面 所以他其實反而是優化這件事情 而不是像其他遊戲 不會覺得像是其他遊戲的劣化 他是比小說的優化 所以你在讀一本小說 他還讓圖片會動 還有音樂 你還可以去選選項 你就已經覺得這個是超屌的小說 互道士的小說 對 大家的建立的基準是小說的優化 不是遊戲的劣化 所以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一開始你就覺得說 他是一本比較偏小說的東西 他做什麼事情 他的演藝手法就是這樣 就跟看布袋戲一樣 就兩個布 我那邊打一打去 你也可以感覺得到特效 就跟以前在那邊看戲班子一樣 就會覺得說 喔 讓我重新審視一下 其實遊戲不要那麼捲 對 他的可玩性其實是你會 越玩越感覺得到醍醐味 就一般遊戲你玩第一輪 你如果沒有要擺金或什麼 你怎麼會想要再繼續玩 但他是你第一輪玩完 你大概知道這個遊戲在幹嘛 然後你就會想要想盡辦法 讓你的造火逆填改命 對 他可以想說 應該說可以理解他為什麼第一 一開始的版本是做這麼難 就是要讓你被人生打擊 他需要讓你先再底層過 對 可是玩家 在第一輪的時候沒有辦法理解你想要幹嘛 我都以為日常生活那麼辛苦 找一個款遊戲就是要來 就是放鬆心情 為什麼還要來被遊戲的現實毒打 對 就想不懂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我最後會拿到什麼 你為什麼要虐待玩家 因為我們做遊戲很多時候 會用上帝視角來看這件事情 我已經知道玩家最後會到達那個地方在哪裡 所以我們才在那邊鋪路 幫你到達這個地方 可是玩家實際上在玩的時候 是在迷霧的狀態 你跟在山裡的迷霧開車一樣 你就只有一條中線可以看而已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這時候你本來是想要讓玩家 先有苦難之後才可以得到那個 要什麼 回甘的感覺 但是你沒辦法 玩家只覺得說我遇到一堆苦難 我根本感覺不到後面會有回甘的痛快 所以玩家就只會 他可能玩30分鐘就開始抱怨了 為什麼要這樣 搞不懂啊 可是你那個回甘點可能是在兩個小時之後 就已經太慢了 玩家就已經不行了 就要開始抱怨了 所以他一開始的版本做這麼難之後 他的意義在 他就讓你先被打擊過一次 可是他後來改了這個版本 他的打擊點是在第一輪的結尾 就讓你劇情可以再順利推進一點 不要讓你在中途就放棄 對他的打擊點是第一輪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有辦法可以做到好的 是好的結局 對他一定是一個很壞的結局 我覺得第一輪如果是好的結局 那他也沒有完整體驗到這遊戲 對他一定得有一點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有一些沒做好的事情 對 所以你才會有在第二輪的時候修正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說他其實在第一輪的結尾 他應該要有一個什麼系統提示啊 告訴你你可以再嘗試下一輪 其實有啊叫什麼命運點數 沒有他這件事情是我跟你講 你才知道的 但是所有人玩家在第一輪 都是不會有這個意識 所以他應該要有一個結尾的提示嗎 還是在當中就讓你知道 當中我覺得有點難做 我覺得當中就不符合他想要做到的那種 就是被繼承到第二世的那個感覺 當中我覺得不好做 但是你在第一輪的結尾的時候 應該要告訴玩家去嘗試第二輪 或是你直接幫他開第二輪 直接銜接到第二輪去 給一些亮點引導 他告訴你 也不用不是亮點 你要用劇情 要用劇情 你要用劇情 你要直接開那個介面 什麼 比如說你在這一個輪迴裡面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好的 類是什麼 還是像穿越 還是像穿越 或是你有什麼 你就跟玩家講說 如果帶給你一次機會 你會怎麼選 就跟瑞琳一樣 對 所以他就是武俠版的 你會死回去 你能帶走的沒有什麼東西 你就只能帶經驗 你就跟486一樣 我當時一開始在跟芒果講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 他說這就是 你就是486 你很爛 你是爛到不好 你沒有任何能力 你唯一能帶回去的能力 叫做經驗 你就是知道往這個地方走會死 但你根本不知道怎麼走不會死 所以你只能每個人走這個地方看看 啊幹死了 不然你走這個地方看看 啊幹還是死了 那去找這個地方 找救兵看看好了 好像有一點機會 啊還是死了 再一直滷回去 就這樣而已 你486也沒有技能 他從頭到尾也沒有任何的 武功招式 或是任何的魔法可以用 就沒有啊 他只是可以死回去而已 那倒火其實也有這種感覺 你倒回去之後 你的武功還是很廢 你的技能還是很弱 但是你有經驗 你知道什麼時間點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最強的優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優勢 去改變他們的命運 所以我覺得他在最後如果再加一個是 提示 可能就是畫面上的旁白類似這種角色 就是一行字就跟你講說 你做錯的事情 你是可以再倒回去的 神秘老人 踢功杯 這也不用形象 直接引導到他下一輪 讓你重新逆天改命一次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剛好我們最近有做這種類似的設定 不要說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有做 其實很多遊戲都有做啊 就我們有做 或者是說 你去看其他類似時間軸分裂的遊戲 他很多都喜歡這樣做 你死掉之後一定要做一個銜接 就怕你就斷在這裡了 對啊 因為很多人一定玩玩一輪 我破完了 破完了就結束了 但是這樣這個遊戲不完整 所以你不能讓他直接回到主界面 你要做一個引導 就不管是我們自己在做 類似這種巡迴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遊戲做分裂的東西 他都會做引導 讓你扣回去 對前面 第二輪再點點數 點完點數之後 繼承經驗 你就覺得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這一輪有救有救 而且我覺得他還有一點還不錯 他把你所有的選擇跟劇情 濃縮成一本小說 我覺得那個很棒 你每一輪玩了之後 你就會獲得一本 屬於你自己的版本的 火俠傳的書籍 然後你還是可以打開那個介面 去回味那一輪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我覺得這東西蠻好的 對啊就是你的個人的自傳 歷程 對你在武林上發生的事情 這真的是不錯 但是他的那個 一開始出來的 也沒有一定很錯 你知道嗎 有點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一開始 真的中間最後的那個結尾 我覺得他現在其實就是EA版 那個EarlySS 就是搶先育狼版 他其實一開始 他後來有說就覺得 做不完 沒有做完 不應該把它當正式版推出 有很多地方是沒有打磨好 可是如果他推出的是EA版 我就不會去買了 對啊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買EA版 芒果哥就沒差 芒果哥沒差 他覺得OK他就買了 他就買了 他就買一個買遊戲的遊戲 他就OK他就買了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玩正式版 因為如果EA版就是搶先體驗版 你玩了之後 你第二次正式版 他可能整個大改 我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再玩一次 寧可你全部都改好之後 我就再玩一次 類似這樣 讓你去體驗說 你真正修好的版本是什麼 但以現在的版本 你要說是正式版 我覺得也是 已經很完整了 對啊 其實他已經是蠻可以玩的 對 但好像有部分的東西 他還沒做完 有一些人的小支線 有一些人的支線沒有寫完 或者是他沒有交代那個人 最後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不交代好像也還好 所以我覺得 目前感覺 今年也是出乎意料的遊戲 今年都是出乎意料 黑麻吉的遊戲 我蠻推薦大家可以玩看看 如果你也對武俠有興趣 可以我覺得 而且一定要玩兩輪 兩輪以上 如果你只要對武俠有興趣 其實都應該要試試看 雖然是Steam上面各種 因為我想說武俠很好玩 你就可以找一些武俠遊戲 所以去看了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武俠遊戲 我覺得可以算是最好的 目前 2024年最好的武俠遊戲了 好 下一個主題是 最近剛出的 絕驅靈 米哈友的星座 大米哈友 原神之後 第三部作品 從Hoyo 他變成Hoyoverse之後 對 以前不叫Hoyoverse嗎 從以前不叫Hoyoverse Hoyoverse是後面才出的 應該是原神之後 才這樣叫的吧 我記得 他換過一兩個名字 忘記前面叫什麼 反正他常常在換名字 反正最近 應該算是米哈友三本書了 就是原神 崩鐵跟絕驅靈 可以先講一下 你覺得心得怎麼樣 心得還蠻對我胃口的 第一個是美術風格 因為近幾年 原神出了之後 有很多超他的 或是跟他 對標 對標 原神like的遊戲 他們就 你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就跟原神畫風很像 比較日系 可愛 二次原神那種畫風 但他的角色設計 一定要有一些 東洋 或者是中國風 我覺得 這東西因為已經太泛濫了 所以看得很膩 那絕驅靈完全跳出這個概念 他完全知道會不會有 國風角色不知道 但至少他目前看起來 沒有往這個方向去設定 他的美術 所以我覺得以美術來說 蠻新穎的 也蠻吸引我的 比較像日系遊戲的感覺 有一種潮流感 跟那種很可愛 或是用色比較淺色 類似薩爾達那種幻塔 那種強調地圖風景的那種 比較不一樣 他的角色的比例上面 我覺得也比原神再更真人一點 他的頭身比 他沒有像原神這麼的Q版可愛 沒有那麼可愛 他3D的做法也不太一樣 沒有刻到這麼細 他很像P5的那種 對角色的人 整個頭身比比較接近P5 是在怪盜裝的那種感覺 對 一整個人設計起來的風格 會比較接近像這樣 他的角色蠻多樣的 他除了人型以外 他也有很多獸人 他有很多動物型的角色 有熊啊 有白虎 有鯊魚娘 對 而且之前在像是崩鐵 或者是原神 他雖然可能會有類似獸娘的感覺 但是沒有像是這麼 這麼瘦 這麼動物類 對 整個尾巴或是整隻都是熊 對對對 他的動物的比例不會到這麼高 現在的這個絕區裡 你可以感覺到他的動物的比例 可能已經到接近一半 我覺得一半都是動物吧 裡面三分之一到一半 三分之一 剩下的還會再加上一些Cyberpunk的感覺 對 機器人啊 跟機械手臂這種設定在裡面 對 他的陣營劃分很明顯 你可以看得出來 某一個陣營的人的外觀 他的故事背景都是非常鮮明的 不過這個在瘋鐵其實也是 真的喔 瘋鐵是用星球 他是不同星球的人 穿起來就不一樣 譬如說 一開始第一個可能是 冰雪的國度 所以他裡面的人 就穿的比較厚一點 第二個是國風的 他就會穿的比較像是 一些長袍馬褐 也是這種東西 所以他是依照星球分 他不同星球看起來就不一樣 然後現在他是用 比較像是公司分吧 不同的企業 對 各種組織穿起來的東西不一樣 可是他也沒有很明確到說 什麼組織一定要怎樣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會比較像制服 可是如果你是一些街邊的組織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制服感 都可以 但是你可以感覺得出來說 他在角色的設計上 是比之前我覺得又更進一步了 有優化很明顯 就包含說他用了很多瘦人 他的身材也是米哈尤目前最大 沒有那麼的評辱 之前米哈尤的角色 就算比較大的角色 也不會大成這樣 現在是 每隻都大 沒有小的 我就沒看到小的 神將的老闆 神將 兄妹的妹妹 算是比較沒有的 對 基本上你看到的 以你的視角操作出去看到NPC 就大 每個都大都要爆 不只大還有的會露 而且米哈尤的角色之前也不太會露 對啊 大部分都包緊緊啊 只有香而已 不會露 實際有膚色露出 對對對 現在沒有啊 而且現在的確有色氣感 跟字啊 那個字非常畫龍點睛 你就不自覺會去看他的字 這是他在角色的動作啊 在角色的升級界面 你在換每個技能或是什麼的界面的時候 他會有不同的演繹 那個動作做得很好耶 他會 因為他跟之前米哈尤的戲不一樣 是他多了色氣 之前米哈尤是沒有色氣的存分在裡面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角色頂多 會比較性感一點 但是他不會讓你有色氣的感覺 沒有現在沒有我們沒在演了 每一隻都有自己的都有色氣 只是風格不同 看大家青菜蘿蔔喜歡哪一塊 對啊 你看你喜歡什麼姓屁而已啊 你喜歡直接露出來的 還是你喜歡包緊緊的 還是你喜歡的是大的中的小的 對 假設是女生好 他就分大的中的小的 你喜歡的是姐姐型的妹妹型的 還是你喜歡的是動物型的 都有全部都有 他還有運氣的 還有獸耳鸟 我們連青鬼都有 那隻青鬼是 飛人啊 對啊 怎麼真的是完全把所有的 你可以想到 那種tag全部都做在裡面 我們全部都做沒差 你要選什麼角色 我們一定都有各種滿足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 你不是有講他的 對男性角色的數量 優化你覺得做得蠻好的嗎 我覺得啦 他們在一開始開這個案子的時候 目標體驗一定是男性 我再猜他們目標體驗是男性的原因 是因為男性喜歡動作遊戲 相對來說 就是黑魂 或是愛等法玩啊 相對來說一定是男生 比較喜歡玩這種自虐型的動作遊戲 但是既然你的目標客群 是男性 你要過男角 男生就不喜歡男角這件事情 大部分我說直男 我們現在不討論多元的部分 直男 你抽到一個男角 大部分人就覺得 啊幹 怎麼是男的 就會變成試打遊戲 測試的時候 對 你會想要幹 怎麼是一個男人 可是男生不是不接受男人 男生可以接受帥的男生 就跟我昨天講的一樣 譬如說基努里維 就是連男生都覺得很帥 你今天抽出來一隻基努里維 哇帥帥哥 男生喜歡的那種 就是直男喜歡那種帥 第一個是你要有背景 要故事 對 你是那種很沉重的那種 我就覺得說這個人真的很帥 滄桑 真的經歷過什麼 很有故事感啊 他選擇就是這個刺青什麼 這個刺青是我女兒 因為他已經走了 會覺得哇這個家伙好帥喔這樣子 或是人中之龍 對 人中之龍那種 就是很man的那種 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家伙你看 這個後面吃一條龍 以前的 跟我的兄弟要幹嘛幹嘛 這種是男生可以接受的帥 那什麼是男生不能接受的帥 娘的 太美型的 對 就譬如說像是崩鐵的男生 很多比較美型的男生 你會覺得 啊超愛這男生 事實上我覺得不行 我超愛會覺得很幹 就覺得說完全浪費錢 或者是像是女性像遊戲的男生 你如果男生抽到那種感覺 就是他對女生來說是帥的 可是對一個直男來說 我抽到那種角色我就覺得 是一種懲罰 比非洲還非洲 對 我寧可抽到一隻重複的角色 我還可以去把他拿去升級 但是你抽給我一個男人 我是絕對不會拿他出來用 就算他再怎麼搶 不頂多 他如果真的搶到爆 我就拿來過完一次關注 我就再把他收起來 平常還是會擺起 好看的女角 這是男生對美型的男 美型男沒有辦法接受 故事男OK 肌肉男有故事 如果有故事可以 或是他刺情 這就沒問題 這我個人的觀察 個人論點 他在絕缺裡 你還有在絕缺裡裡面 就做了一個很取巧的事情 他把所有人 他基本上在第一個 世出的角色裡面 就一直是真正男生 真正人類男性 其他的分為兩種 一個是機器人 男生是可以接受機器人 是男性的 而且那個機器人的設定又是 很中二的 他喜歡一個 那個叫什麼 金揮騎士 對 他喜歡的是假面騎士 他在劇情裡面 又是扮演一個醜角 他很喜歡搞笑 他就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他是一個很討喜的角色 對 但是他是機器人 所以你男生抽到一些機器人 會覺得你抽到的是鋼鐵人 而且他是機器人 他的臉部也不是像人型的 所以你不會對他有太多抽到男角的感受 對 雖然他是男的 但是他是男機器人 自己抽到的體感呢 我覺得比較像鋼鐵人 所以你男生喜歡鋼鐵人 那沒有問題吧 你會收集什麼 307 308 這種一堆鋼鐵人 沒有問題 很少男生會收集 就是花美男型的公仔 所以他就做成一個機器人 那這個男生就可以接受了 其他的男人呢 所以剛剛我講說 有個固定的是真的是男的以外 另外的其他的是 所以我自己體感 我自己想一下 如果抽到一個獸人 我感覺是怎麼樣 我感覺是抽到一個寵物 而且他做的不醜啊 不醜啊 所以應該是接受度蠻高 例如說那隻熊啊 或是那一隻白虎 如果我抽到的角色是這種獸人 我自己想像起來 我感覺如果手都抽到這種東西 我會覺得就抽到一隻寵物 不會覺得到他不能用 或是有那種抽到花美男的那種不行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帶入真人感 所以我覺得他在角色的 一開始選擇的時候 哇這該不會是他們想過的吧 還是他們其實根本沒有想過 是不是覺得很帥 一定有想過 我覺得應該是符合市場需求 對 如果從女性的觀點來看 又是可以接受 因為他做獸人 但是他也做的蠻帥的 再來是女性對動物的角色 其實不會反感 很多妹子很正 女性也都很喜歡 女生男角女角都吃嗎 他沒有這麼多露勾的角色 只有一隻 他有很大的 但是你在科學的 沒有露出 只有一隻露出來 露一半 對他露一點 他的色氣的掌握有到位 不會讓女生也覺得很反感 你是不是在固化女性 其實也還好 像是泥姬 沒有我泥姬就不演 我泥姬整顆都掉出來 他基本上只有點是遮著 跟沒穿差不多 我們就盡量在穿跟沒穿之間 穿一點 那一點點在哪 這是尼姬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尼姬的做法 應該大部分女生 是比較不能接受的 太多了 太over了 可是絕驅靈 剛好他就露個三分之一 你不會覺得說他這樣子穿 是故意把它露出來 當然就比較色氣一點 可是你會覺得說他穿一個背心 他不會像這樣 而且裡面只有一隻角色是這樣 他其他角色比較大是什麼 像是女僕 他穿的是女僕裝 而且是包緊緊的 你可以看出他超大 但是沒差他包緊緊 而且有露半球的那個角色 他也不是這麼女性化的角色 他其實有點中性 對 他的個性比較大啦啦 對啊所以也不會真的讓女生很反感 雖然他有露腿 露胸 但是胸腰腿全都露了 但也都沒有露很多 一點點 你感覺他穿得比較街頭啦 對對對 所以他會比較街頭 中性 他的身份上就是領隊 這幾個加在一起 我覺得在女性的接受度 應該是相對來說比較高 男生就會覺得說沒差有露就好 我覺得很簡單 可以至少得看 其他的大的角色各種 他真的真的 我覺得你要把奶藏起來 又要長成這樣很大 但是又要不一樣 這件事情 他們也有想過 他做的蠻好的 像是有一個是女僕嘛 沒有他就是給你一個女僕裝的屬性 大但是女僕裝 還有什麼 大穿背心 還有併交女僕 對 還有什麼 所以還有像是什麼 加上貓兒 或是加上鯊魚尾 我覺得鯊魚這個 做決策太厲害了 我們就算是要賣肉 但是我們又不能直接賣肉 那我們不能直接賣肉 我們就是要把A加B 但是我們B又不能重複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個區域性的考量 他首發是全球一起上線 你第一隻要賣錢的角色 不可能有人第一隻選男角吧 絕對不會是在說明朝啊 不可能有人走抽的第一個轉蛋池 跟我說要賣男角 怎麼可能會有人這樣選 像是那隻鯊魚 我覺得如果說你玩到 可能他十塊到的時候 一定會很多人想要把它抽出來 對一定啊 而且我應該日本也吃 西洋也會吃 我就賣一隻Gura 把它塗成黑色 再穿個女僕裝 幹我賣爆好不好 哇塞 那隻真的蠻可愛 而且又強 我們再把它放在第一個版本的強度頂 T0級的 然後戰鬥的那個招式也炫 拿一隻剪刀 還可以拆成兩把 雙刀都出來了 Moto Hayaku 但他的確也是越打越快 越打越強 就是整個角色的強度 香度都是拿捏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 一開始的底術跟他的帶入感 帶入感他的故事也寫得好 他的劇情是真的蠻好 再來就是 劇情的演繹也很好 因為像明朝 我真的前期看到超想睡覺 明朝他的怎麼說 你很難有記憶點 你不知道他的故事到底想要講什麼 一方面是他本地話沒有做 他裡面有很多用詞 他其實是簡中的用法 讀起來 他又有一點像類似文言文 那樣子很深色 他也是 他前面的一開場也是像是原神嗎 突然間醒來啊 食儀啊 什麼挖膏 就這個已經老梗了 所以你對玩家來說沒有太大的刺激 可是 學屈林是做怪盜團 做怪盜團 他的一開始的設定都很清楚 就是你怎麼掉到一個洞裡 一開始 小兔哭是什麼角色 兩個兄妹是什麼角色 一開始其實可以很輕易的讓玩家 就立刻掌握這個世界觀 然後是有趣的他的角色對話都是很像我們一般人很口語化 帶一點吐槽感的 對就是有笑點 我覺得有笑點真的很重要 對 是幽默的 他是好笑的 他裡面因為我聞到比較後面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的劇情動畫 跟他的角色的對白是真的是讓你會覺得有笑點 他是認真的有笑點 蠻厲害的 他一開始開場的時候 他不是有一個什麼跳蛋嗎 在那邊打玻璃打不破 他不是說他們腳凸骨不是在那邊逃跑 逃跑之後 然後我說有個玻璃 他說比利把這個打破 然後我說OK 然後開個槍 只這樣跳蛋 我就覺得這個其實就已經開始有笑點了 我就覺得在衝上他小 到丟閃光彈 這一小段前面的劇情 他編排的節奏感就很好 然後他又用我們剛剛講 他是用漫畫 用吃動畫 天啊太聰明了吧 這個方式我很喜歡 因為如果他只有單純的一個角色再來2D Live 在那邊動 底下的文字一直跑 我可能真的怎麼按我也會按到疲乏 像明朝那樣子 但是他那個做法就是很像你一邊在看漫畫 而且他很有誠意 每一句都有配音 就是我們自己做遊戲就知道你要做動畫多麻煩 不是只有美術的工 那是美術家企劃加城市三個地方都要一起出工 如果以明朝來說 他前面的那個地方已經算是做得很不錯 至少大家都有演 你知道嗎 還有雖然有講話但是不多 可是你要做到說他前面角兔夫 要逃跑逃跑之後你要打 你槍要去打玻璃 玻璃要破掉還是不破掉 子彈要怎麼彈 我光是想到子彈要去打玻璃 你就會想到你的鏡頭要怎麼跟 怎麼呈現子彈去打玻璃這件事情 而且沒打破 因為子彈很小 那你是要鏡頭跟著子彈飛出去呢 打到玻璃彈開呢 還是你要用一個第三人稱的鏡頭 看他開槍然後彈掉 然後開槍砸到 也是這樣 這件事情做動畫超級無敵麻煩 可是他們用圖解決 出一張圖就是真的請一個漫畫師 就是照原本的劇情去畫分鏡 一張圖這樣幾句話就帶過 再做一點小動態 對 因為你如果要真的調動畫的話 現場有三個人 三個人都要做動作 不是一個人站在那邊不動就可以了 開槍的時候BC在幹嘛 這件事情超級無敵麻煩 所以如果他的劇情要夠有趣 你要全部做動畫成本是 咚咚咚的上去了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就覺得 好聰明喔 跟剛剛那個活俠傳有一曲同工之妙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 而且是你會讓你繼續看下去 對 只要配音 人字再加上一些些動圖 有動畫 該動畫的地方 再出專屬動畫就好了 對 這個地方太帥了 角色他該要賣錢 要出角色動畫 所以角色要出個 你還有最愛做的嗎 整隻角色拿去做動畫 這種東西 該出動畫的時候我們就出動畫 可是 如果這只是要劇情需要的過場 他劇情需要的過場 又耗成本 又不符合經濟效益 因為兩邊在講話 你又不可能兩邊用戰裝講話 你用戰裝講話 玩家看起來就會跟明朝一樣 就乾乾的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一點是 他系統很多 但是他又用劇情把它都串得很好 你中間完全沒有割裂感 每一個系統跟玩法中間銜接得很好 對他這個也是有tune過很多次 畢竟他們所有系統 我們原神做一次 我們崩鐵在做一次 我們都已經做第三次了 總剛才改版了吧 他改版的方式就是 我就用劇情全部包起來 我不知道 我現在不想說這到底好不好 因為對玩過米哈遊遊戲的人來說 可能會覺得有點沒必要 就是我知道你接下來一定會有battle phase 我知道你會有大小月卡 我也知道你轉蛋的機子是 90抽小寶敵 180抽大寶敵 這種全部隱藏設定 我們老米哈遊玩家早就知道了 但是重點就不是我們這些老米哈遊玩家 重點他就是一個 想要盡可能倒到最多玩家 擴大DAU的一個目的 你哈遊做的事情就是 從原神到崩鐵到現在絕區裡 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 給年輕人的第一款RPG XX遊戲 對 小米最喜歡說的嘛 原神是給年輕人的第一款 開放式世界遊戲 崩鐵是給年輕人的第一款RPG遊戲 現在絕區裡是給年輕人的第一款 動作遊戲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這是第一款 我不是要你們這些會玩的玩家 你們知道我米哈遊有什麼系統 根本不重要 我要的是沒玩過米哈遊遊戲的人 我要的是不喜歡原神 不喜歡崩鐵 你看到我不喜歡這個RPG 我要是開放式世界 這角色不行 甚至是你原本不是遊戲玩家 對 甚至是你手機裡一款遊戲都沒有 這是你的第一款手機遊戲 如果你這是你第一款手機遊戲 你突然間跳一個battle pass 你跳一個商城 不然間根本不知道東西要幹嘛 或是你一開始介面全部都開起來 他會超級迷茫我現在要幹嘛 對 所以他把所有的新手引導 做到十個小時 做成劇情 你第一天不儲值可能也沒什麼關係 你就為了我的流程而活 對我可以把我的消費點 放在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之後 沒差但是你只要繼續玩就可以碰得到 對 這件事情 真的只有米哈有敢做 我們的消費點放在十個小時之後 再來說 玩家一開始不除就不除吧 玩久了自然就除了 對角色有愛就會除 或者是那隻看到那個鯊魚娘要下架 可能就會 對啊我沒差 我這百個兩個禮拜至少會賣的 對 我先倒個五千萬一億人進來 這些人最後留下來之後 就一定會儲值 戰鬥系統也是 如果這是我們第一款給年輕人的動作遊戲的話 戰鬥系統我們要做幾招 因為動作遊戲的醍醐 會在於說我可以打出很帥的連招 像是惡魔獵人或是卡普空的各種不同的遊戲 他都是很講求連招的 他就是沒有那麼講求什麼A B A A B之類的 對對對 像是動作遊戲最經典的像惡魔獵人 像是Bioneta 或是我們剛剛聊到的劍心好了 他裡面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招式 他很像格鬥遊戲 就是你方塊加三角 你可能三次方塊加一次三角會有一個上勾拳 你上次方塊加三個三角 可能會是上勾拳加下勾拳 再加左右拳也是這樣 可能衝刺完之後可以接一個什麼招 你反擊完之後可以再接一個什麼招 但是呢玩家永遠都記不住 像是我永遠只會用一招方塊連打 這就是我最常用的連招 所以他一定是知道玩家最喜歡用的就是方塊連打 那我要怎麼讓方塊連打出不同的變化 而且要打出玩家覺得我在潮風又很帥 他用了一個蓄力嗎 就是你普攻蓄力之後可以放什麼的特色 他只有兩招方塊跟三角 三角什麼時候按都是那個三角 因為像是三三國無雙 他們的是按幾下方塊接一顆三角是不同的招式 就是方塊三角這樣是C1就是招式1 那方塊三角是C2就是招式2 他可能C1可能是上勾拳 C2可能是波動拳類是這樣 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方塊數加三角數去接招 這是光榮當初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就是玩家只要記得你是方塊三四 第幾招 對你要按幾次方塊加一次三角就可以了 那你還有這些是不管幾次方塊跟幾次三角 方塊就是方塊三角三角三角兩個是不相關的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只有兩招的話怎麼做出很帥的連技 他做的做法是換人這件事情去做 所以他的換人有三個功能嗎 你可以在連招的時候換人 就是方塊換人之後他會有一個換人連招 就是你在被打的時候你按換人 他會有一個彈刀的連招 彈刀這件事情也很有趣 因為動作遊戲像是黑魂或是劍心 玩家如果有彈到很爽的 爽感是很高的 劍心會這樣 這樣子 對彈反 對就你只要彈到他你就會覺得說 我幹我超帥的把他刀子 接下來 我把這招接下來 就跟武士一樣 武士在對劍的時候 你那邊 你就會覺得說我還沒有看到 你有一招攻得破我的防禦 但這件事情超級爆炸難 因為像是黑魂 就是魂系遊戲難的點 就是因為王隊攻擊的速度不一樣 他舉手不代表他要打下來 他先舉手兩秒 他就打下來 他舉手就先彈 然後打下來就被打到了 所以這件事情超級難 那你要給一個沒有玩過動作遊戲的人 去了解什麼時候要彈 什麼時候要迴避 這件事情 要教他真的是很困難 所以他就全部都做成換人 你只要攻擊到一半換人就是點斷 那你只要被打到的時候按換人 你如果是快被打到的時候換人 他就會有一個反擊的招式 就是彈到 支援技 他直接彈刀啦 你第二隻角色會幫你第一隻角色 把刀子彈掉 他就會從後面跑出來說什麼 我來幫你把他擋掉 如果是被打飛的時候 你要換人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個支援 他就說沒事吧 就這樣 他第一隻角色躺在地上 因為一般來說 動作遊戲角色躺在地上的時候 你要趕快爬起來 不然王會對著你 地上的你 無限靠你 他會一直揍你 所以你要趕快想辦法爬起來 但是他直接用換人解決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被揍換人就對了 你要繼續打 就是你不知道按什麼時候 你要換人就會接換人 你就是方塊跟換人一直亂戳 就帥了 而且是真的帥 你會覺得說我也不知道打了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蠻帥的 你旁邊的人也看不懂他在幹嘛 但你就看到他一直在那邊打打打 然後就拿換人 就覺得說這個好像有連起來 其實根本沒有連起來 就是在亂戳 所以他在讓玩家第一次玩動作遊戲 畫得很好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玩到這個系統 你是沒有玩過動作遊戲的 應該都可以打出跟我差不多的感覺 他的 他把遊戲的下限墊到很高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上限可以到多高 因為如果他的上下限很窄的話 有可能對於真正的Hardcore玩家 會覺得說 這不是我想玩的動作遊戲 對 因為你能做到的事情太少了 所以我一直反 我就是反得到的玩家 所以我能做到的事情 就比你菜皮就多這麼一點而已 他可能感覺不到帥度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這樣子做也比較好做音收 因為他其實是用數值疊上去的 你角色抽到構想的時候 你亂按你一定都會贏 所以他其實本質上還是數值遊戲 他的動作只是稍微讓你可以強化他一點而已 對 但是因為他是動作遊戲 所以你又覺得我可以靠我自己的操作 來補助或者是來主導一點 對 所以又沒那麼數值 所以真正的動作玩家應該會覺得很 一點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太數值了 又把下限墊太高了 所以變成說我打不出我的那個 厲害感 對 就像是艾爾登法環或是黑魂 他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在社群上面會看到很多的那種高手的影片 什麼無傷通關啊 什麼贅述通關啊 不穿裝備通關啊 類似這種 他們就說那個刀 不然就這樣散 我同事也這樣跟我講啊 他說他這樣直砍你就滾 他橫砍你就擋 我就滾不了也擋不到 我就是被他咒爆就這樣而已 大部分的玩家應該跟我一樣 就是道理我都懂 但是他做什麼事情我按不到 所以這個東西是動作有些玩家會去追求的 我一直閃 不是練了兩百遍之後 我又可以閃得掉 我可以擋的地方都擋得掉了 總度就來了 可是一般玩家都沒辦法接受 連我都接受不了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做蠻聰明的 他如果真的要滿足那一群Hardcore玩家 他之後可以開特殊的系統或關卡來解決 例如說每週有一個週限定關卡 地獄級的類似這種做法 或是什麼世界王 你要把它改難很簡單 但你要容易很不容易 你要把東西做得簡單是最難的 你要把東西做得複雜是最簡單的 你要把門檻做底很難 對 因為你要把東西做得簡單的話 你要想到底要砍什麼 讓大家看得懂 對 而且不能讓他原本的東西 就是醍醐會消失 但是你要把東西做複雜 你有沒有五招五連招 變成二十五招連招 連招式都記不起來 二十五招連招之後 後面還有三十招派生 這樣撐下來 你就有六百多招式可以用 是有人會去背這個嗎 有人會背 就是一個招式 像是法皇 就會有很多人 就是什麼 一開始第一把武器有三招 第二把武器有兩招 幹嘛這把武器要幹嘛 換成左邊的盾牌要幹嘛 右邊的盾牌要幹嘛 所以那種東西換來換去 但是全部串在一起之後 下面就會有人留言就說 決定過完艾爾登法環了 因為艾爾登之王只能有一個人 就是你了 我下面看到覺得有點超好笑的 就是我看到也覺得說 你跟玩的是同一款遊戲嗎 的這種感覺 真的很帥 帥的人真的帥到爆炸 你可以知道那操作能度有多高 那正常人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決線很厲害 他的很多地方都是 這兩天玩下來我就覺得 哇你還有又突破了 很用心 但是我覺得他不太能當成手遊來看待 我的手機實在是跑拍 沒有辦法跑得很順暢 沒辦法啦我覺得 他們家的遊戲應該都是這樣 崩鐵其實還好 因為太久沒玩了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崩鐵是回合字 它卡你也沒差 所以崩鐵你就是它在手機上發熱啊 變成只有30幀 畫面卡的鑰匙我覺得都沒差 我用手機的話動畫畫質會有減損 我也覺得我在手機上面看到 只有480p吧我覺得 對 我的過場還會想說 天啊它是壞掉它斷線了嗎 因為它中間不是有Solo S 什麼 它的那個什麼Signal Loss吧 對在閃電 真的Loss了我在想說是真的Loss了 它在那裡停了五六秒 我就想說是斷線了嗎 真的斷了 真的沒訊號了 我覺得它那個地方應該要油花換一個動畫 不然真的手機設備沒那麼好 或是網路沒那麼好的人真的會以為斷了 我也覺得我一開始真的以為我斷了 真的斷線斷線我要重開嗎 我還想說我要滑掉它 還是要等它 對我是等了一下 進了進了進了這樣 它是PC或者是你用PS5 主機之類的體驗會比較好 如果手機的話可能就只有最新的 iPhone才會有比較好 我覺得PS5體驗很好 PS5體驗很好 你再配電視 就是它完全是夾擊遊戲 你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是硬上 因為像是明朝類似這種 我用PC玩 但是我會覺得這東西PC版其實是硬上的 不管是畫質或者是操作 很多東西我覺得沒有優化好 但是絕取率沒有 我就覺得它原生的那個夾擊操控是很舒服的 不會讓我有一種 這個地方其實是鍵盤硬改 連哈利波特我都覺得說 就把鍵盤滑鼠做好之後 然後硬改成手把 沒做好 但是絕取率沒有 我會覺得它搞不好原生是手把做出來的也不一定 它應該是 原本就想做 原本就是以足機為主 有可能 所以在操控上面我覺得PS5真的蠻讚的 各種方面我覺得是好評啊 好評 可以刻一張月卡我覺得 160 我覺得可以刻一張月卡 之後應該應該還是可以玩一個禮拜啦我覺得 我覺得搞不好你可以玩到前兩次改版 就看它後面出什麼角色或劇情 我覺得應該說崩鐵我是玩到第一個 我OB就玩嘛 玩到沒內容 它內容有夠多欸 因為它有主線 我那時候推到主線沒得推了 然後它剩下一個刷刷的關卡 可以玩那個時候 所以我就不玩了 就沒主線了 後來我要回去玩主線舞 又會覺得有點懶 就回不去了 芒果哥是一直持續的玩 可是絕取率不知道 因為第一個是我覺得崩鐵的角色不夠響 整體而言我沒有一個 讓我有一種眼睛一亮的感覺 芒果的角色變得比較成熟一點 就這樣 但是絕取率的角色就是覺得 芒果居然可以做出這種角色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也會想要看他後面想出什麼角 對啊很期待他改版 動畫的那個表現我也覺得是絕取率比較好 動作感知道嗎 中間演動畫的時候會覺得 哇哇哇哇帥的真的帥 所以目前是看好 如果之後有新的我們後面再來聊 好啊好 好 那就這樣 拜拜